记者正影响台北报导彭佳慧将开演唱会 图宽 艺术提供魁为5年 彭佳慧下个月1号将在台北巨弹举行2022 怎样 Julia Runwell 点唱会 距离开演只剩两周 近期 紧锣密鼓链团中 他坦言心情有些不安稳 不安 原因是歌词还没背得很熟悉 希望自己可以进 背 而提词机只是作为辅助 他说 其实歌词有没 消化在脑子里很重要 这会影响到我唱的部分 是我相信会越来越好 对现在的他而言 最重要 还有保持身体健康 维持体力和最佳状态 希望 给大家一场精彩的演出 近期上锦发条链团 彭会开心表示 链团状态加且气氛好 虽然会遇到难 但过了困难后便会觉得有趣 彭家会珍惜能 在疫情中演出的机会 也感谢团队的辛劳 去练 的第一件事 就是想要买什么给乐手老师吃 他 大家都很辛苦 休息的时候总要补充一下体力 除压力 我觉得来跟老师唱歌 玩音乐这件事很 要唱歌要怎么唱好 就是要吃饱 每天要买什么 老师吃也变成我来练团很有趣的一件事 面对将到来的演出 虽然倍感压力 但他仍享受其中 带一分知识与歌迷小巨蛋相见 彭家会放话演唱会精彩 无尿点 图宽宏艺术提供 除了唯演唱会卯足拳 练唱 彭家会近期也积极健身 他笑说 有次我的 练给我举55公斤 我想说我是歌手 不是要去参加重比赛 但教练有他的用意 现在我练的是核心 肌肉 肌耐力很重要 腿要有力才可以站得久 演会最重要就是穿高跟鞋 唱三个小时 这是最大 挑战 而饮食方面 他则以肌肉 鱼等蛋白质为主 致为了减少淀粉 戒掉20年来吃早餐的习惯 说 不管去哪里演出 我的早餐一定要有吐司 但 尽先戒掉这个习惯 吃两颗蛋 骨片和牛奶 从里外接做足准备 便是希望能以最好的状态站上台 忙着备战演唱会之余 身为母亲的彭家会也 魏表示 最近密集练团 小孩也刚好开学 练团时 都是他们上课的时间 两边得以兼顾 但也跟孩们说过 这个月要配合一下母亲 希望能专心头 准备 距离演唱会剩两周 彭家会也向歌迷喊话 家一定要保持健康 要一起很健康的进小巨蛋 演唱会 演唱会没有一个时间 是适合上厕所的 撕救室都很精彩 一上厕所 你买的这张票就可聊 所以不管怎样 就是好好给我忍着